4.5.2 保時捷911 保時捷911是很多喜愛跑車的男士或女士 心目中的Dream car之一 近期保時捷宣布了訊息 他們為美國最古老最大的俱樂部PCA製造了一部 在短短兩年半的時間裡面 把一部二手1998年911 Carrera 966型 改造成保時捷911經典的俱樂部跑車 而為什麼保時捷會有這麼一個獨特的想法呢 聽說是在一次 保時捷的設計師跟他們的經典負責人 亞利桑達法比格 在一次會議當中 跟這個美國俱樂部的代表 他們突然之間產生出來的idea 而且為了要保密 保時捷在他們內部 稱這個計畫叫做灰色計畫 來掩飾他們心中呢 狂野悸動的小小的心靈 而該車改造的特點呢 包含他們的運動灰色金屬氣面 雙圓頂車頂 拱輪 還有1972年的911 Carrera RS 2.7 壓尾風格的固定後導流板 而且許多外部與內部的細節呢 均採用PCA俱樂部的標誌性 經典藍來做定制 這是該俱樂部的特定藍色 就是在畫面中 各位所看到的這個 他們所謂俱樂部的經典藍 而且兩頁也都相砍了 他們所謂的經典系列的徽章 所以聽格分享到這裡呢 各位擁有保時捷的車主朋友們呢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 任何的台灣保時捷俱樂部呢 不妨呢可以試著加入保時捷俱樂部看看 搞不好會有意外的收穫也不一定喔 希望你們會喜歡格金的分享 記得訂閱按讚喔 See you next time 即使是一陣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